成人 作詞 17 muncie 刀光思憶如灑 灑一陌山河御霞 简易凝声称霸 把几番春秋冬夏 一碗碧碎一段穿下 穿下怎奈金戈铁马 游轮就剩牵挂 牵挂醉满框沙 谁到此情暗处是无暇 我心难处在你身旁 谁念千秋就放且向我 热泪莫远西风凉 谁他相逢你算梦与长 披肩之锐终不忘 谁问滔滔江水举向何方 只收天涯共住了 你刚才也听那个大长老说吧 我们要去的可是瘴气林 他们常年守卫在这儿 身上肯定有防瘴气之物 我们要是不带这个香包进去 会被瘴气侵蚀 先是头晕昏迷 然后一命呜呼 这么厉害啊 走吧 走啊 走啊 慢点儿 十路人 十路人 这里就是情云沟了吗 情云沟内外人不得入内 你们赶紧走 你这叛徒 身为掌门带头忤逆 全部把我情云沟规矩 当成一回事 今日 既然你自动请辞 那我就废了你的掌门职位 请辉沟不可一日无主 我今天把大家请过来 来商议一下 想从青年弟子当中 选一个合适的人 充当掌门 统领情云沟 咱情云沟历代行医 我们还按照老规矩 鄙视一番医道 最后胜出的就是寝掌门 报告长老 不好了 那二人堵倒了 精灵中的弟子 要闯入精灵 他们已经进入 瘴气之灵 再不去救 只怕就出不来了 请我追 是 你说杨黑炭不会有事吧 我们两个要是留在那儿 他才真的有事儿 可是他要是平安的话 怎么会不来找我们呢 他可千万别了 现在相包就两个 他来了更麻烦 可算找着你们了 不是要找竹鸣草吗 这边 赶紧走 不不不不 前面就是杖汽雷 我们相包就两个 我们相包就两个 管不了这么多了 赶快走吧 走 走 走 不是 走啊 杨锦这小子 真不让人省心 真是我们的耻辱啊 长老也不必烦心 来 过来 说来 此事也简单 若是你们想论谁的医术高 就选谁做掌门的话 你们可以选我呀 好大的口气 你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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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在这里夸口自己的医术 我是不是在夸口 一世便知 我真的走不到了 别这么大火喘气 你还嫌惜得 瘴气不够多是不是 杨卫大 不要给他 你这个掌门 怎么这么没用啊 怪不得张老们说 这边树林是敬礼 还有很多人看守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要不再去抢一个 不好吧 我怎么能打劫自己家人啊 可我们现在就只有两个 你这样 你把香包给我 我们两个去 你熟悉起了我古地形 你到瘴气林外 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们两个探闻竹鸣草 再出来和你会合 不行 你们根本不知道 这片树林里 蛇鼠虫已无数 你们二人功夫平平 数我遇上了 肯定会有危险 这样 我和阿炎去 你找地方躲起来 你找地方躲起来 行 我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 这朱鸣草 长什么样啊 那这样 咱们两个去 阿炎 你找地方躲起来 你说你 一不认识朱鸣草二武功不行 你 你 你武功还可以 但是你比杨黑炭差点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两个速去速回啊 不行 你们两个大男人 怎么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不行 不行 我们是一起来的 你要我怎么一起走 行 你是大药谷的传人 二十年前 大药谷惨遭灭门 你是从哪儿学的他的方子 又与我们有何怨仇 等我们比完 我再一一打您 如何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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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葬老 住手 你们小药谷 也不过是浪德虚名罢了 我们有烟在先 远都复若 生死勿论 我只是不明白 我到底输在哪里 那我就告诉你 我给你下毒 自然知道你用的什么解药 也算准了 你刚才用的解药里面 的确有一味是良药 可是和酒混在一起 就有了剧毒 这药毒液体这么简单的道理 您竟然给忘了 不过你也别担心 这虽然是剧毒 却不致命 顶多就是让你气血大损 行动不便罢了 我的酒 你怎么可能没事 你说的是这个吧 你想趁我不备 让毒蜘蛛咬我 可惜呀 我自小就在这些毒物间长大 早就已经百毒不侵了 这毒蜘蛛虽然养得好 但见到我 它也得绕着走 你到底是谁 大药谷唯一的传人 你说我是谁呀 你们小药谷的先祖 不过就是一介游医罢了 之所以能开宗立派 就是因为当年偷看了我们大药谷半本药王经 长老 我说得对不对呀 我们与世隔绝多年 又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跟我们过不去 承认了就好 怪就怪你们小药谷只会行医 不善用毒 乱世之中连门都不敢出 孤步自封躲在这里 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天下只应该有一个门牌存在 那便是我地煞山庄 你就是当年火烧大药谷的叛徒 连神 杨黑探 你慢点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你们谁一个人背我 然后我把这个放在脖子上 这样你们就可以一起闻到了 有道理啊 你别打 杨黑探 你知道往哪儿走吗 这株名草既然是炙热毒草 那一定是长在毒气汇聚最浓之处 只要往这瘴气的源头走 就一定能找到 对 往前走 往前走就行 这种事你应该问我 问这黑蛋头有什么用 这是人家的地袍 说不定杨掌门知道些什么 有用的线索呢 怎么了 我已经不是他们的掌门了 你们走了之后 他们就废了我这个掌门 真的 这么严重 对不起啊 我以为你是和长老们闹着玩的 没想到是真的 对不起啊 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想闹这个掌门 我每天就想着和别人切做武功 一直也不在小药谷 也觉得挺对不起他们 这样也是解脱 走吧 前面的瘴气更浓了 说明我们走的方向没有错 不过瘴气浓到这种程度 怕是我们身上的香包也作用有限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切记 秉息宁神 千万不要奔跑和动武 越是剧烈活动 吸入的瘴气就越多 走 走 走 长老 您要是愿意配合我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不杀你的这些弟子们 你要什么 最近是不是有几个人来了秦云沟 他们要取竹鸣草 没有 竹鸣草是天下炙热毒草 寻成人找他做什么 鸣草的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快到了快到了 快到了快到了 那些白色的是什么呀 竹鸣草是制毒之草 此地肯定会吸引许多毒物在它附近驻愁 这些白色的带 应该就是那些毒物产下的卵 虽然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一种毒物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只要我们采随一颗 辟然会被群起而公之 那就是竹鸣草 长老 你不常说谎吧 你不说我就杀了他 我一个一个地杀 知道你肯说为止 掌门他带了几个朋友回来 住口 求你别杀我 你 你小心点 我要是不小心采到那些毒物了 我就先把草扔给你们 你 你小心点 你小心点 来 吃这个 你回来了 小二哥 备下热水 好嘞 稍等 小二哥 好可乐 夫人 好可乐 这 怎么回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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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是兴南美人 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吴姑娘有没有跟你们在一起 没有 我们早就分开了 我们不过是替李公子来带句话 带什么话 要去哪里 我还没有问完你话呢 我 我还有事 我要去找我哥了 朱公子也在这儿 盈儿 大侠 不知有何指教 大侠 你天生不足 体弱不能习武 注定是一个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的废物 我能指教你什么呀 不能习武又如何 没有武艺 那就注定会受欺负 我旗下正缺几条可用的狗 要不来我这里当狗 我教你一些保命的招式 这样可以在四海之内作威作福 如何 我是新南门少当家 岂能自甘堕落 堕落 听命于我是堕落 还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堕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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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姑娘 你可算来了 朱少门主和里面的人起了冲突 你快去看看吧 好 什么英雄恶人 都是骗子 你这个疯子 朱少门主和里面的人起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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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打你八仗还是打少的 我应该让解大侠 再多替我打你几个耳瓜子 让你再多管闲事 怎么 想跑啊 害了这么多人 还会怕吗 不想在这儿跟你浪费时间和你纠缠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周姑娘 多谢你又救了我一次 我 没事 去 我 周姑娘 你可算来了 有杨警和那个独一的消息吗 他们接到周姑娘的信就和李姑娘去擒云沟了 说好像是找什么药 好 行 掌柜的 麻烦你 借我一下刑脚帮的信哥 周姑娘吩咐 我马上就去办 周姑娘 你之前的伤怎么样了 不碍事 多谢 那位 那位谢公子呢 他有事先回室门了 我 你还有什么事吗 是李少侠 让我捎个消息给你 说他和吴小姐 在乔云居霓场夫人处 说他们一切平安 叫你不用担心 知道了 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我想说 一直没能 有机会好好谢谢你 若是你 多带点事 你不用记在心上 周姑娘 行哥给您准备好了 来 周姑娘的信 周姑娘的信 阿飞 竟然真的决定 把神毒印还给孟小乔了 这要让王林知道的话 你一定会气得活过来 是 世间几人能看破执念 舍弃贪念 周菲这丫头 是老娜见过难得通透的孩子 安芝 你倒是好运气呀 只是阿飞的运气不太好啊 遇上了我 让她平白遭遇了这么多魔难 是 到头来 恐怕还要再让她失望一次 她并没有放弃 她还努力在外奔波 帮你找起解药呢 所以这段时间内 你要注意身体 如果第三位药不能及时来到 你的身体 将会越来越虚弱 我不会放弃的 只是 不忍心去想 她如今竭尽全力 却还是白费功夫的话 倘若那样 岂不是更让人伤心 焉能诸事如意 但求无愧于心 安芝 这你应该明白的 是 阿飞就是那样的性子 是 阿飞就是那样的性子 好 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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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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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是我 出手 我 你终于醒了 我睡了多久啊 你 你怎么这么憔悴啊 我 重宵道长被银沛杀了 我最近正在联络各界武林人士来诛杀他 可能是有些疲惫吧 你刚醒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 现在好些了吗 我现在就去叫霓裳夫人过来 你先别去了 我刚醒 你可不可以陪我一下 陪 陪 不知道夫人叫我前来有何要事 是 我听说 你最近在筹谋对付清徽真人 正是 这事可不简单啊 你有把握吗 夫人可能觉得我年少轻狂 已乱几时 当我见证了清徽真人的所作所为 叫我袖手旁观 我着实于心不忍 有把握也好 没把握也罢 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说得好 果然是年轻啊 意气风发 怎么样 进展如何 这个关头 愿意出头的人 的确不多 那就告诉他们 你不是在单打独斗 这件事上 我羽衣班就是你的盟友 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 我羽衣班 一向以明哲保身 逍遥事外为原则 不愿意踏入江湖恩怨当中 但是这次不一样 清徽真人是山川剑的儿子 我要是再不介入 殷大哥的一世英明 就要毁在他的手中了 来 醒醒 醒醒醒醒醒醒 你可算醒了 我说你这也太弱了吧 跑这两下都能晕啊 你们是从秦云沟里过来的吧 怎么 你问的那么清楚干吗 最近啊秦云沟出入好多人 就是 是 小二哥 我们也听说过秦云沟的大名 就是专门来求医的 刚刚在山上迷了路 你刚才说很多人进去了 我们就是想问问他们是谁 能不能也带我们一起进去 刚有一个女的 带着一帮手下也在问秦云沟的路 这临走的时候啊还问门口的狗几颗果子 那狗当场就死了 在哪儿 在树哪儿 是她 谁 这是我大妖国 在我仇花的果实 全天下会种这种果子的只有一个人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到底是谁啊 她判处大妖谷加入地下 人称连善 我 我观察半天了 我说到现在 股口现在全是地下的手下 里面的情况 恐怕也不是很乐观 看来现在由不得我们选了 这边 跟我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中了连神的毒 不止劫法 快去找解药 别动 快去 快走 放心 我会回来救你们的 你说杨锦是不是又逞能在里面杀开了 阿爷 你赶紧走吧 以前你多管闲事我不拦你 但是这次这个闲事你别管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是一起来的 那是因为 连神和其他的地杀不一样 也不知道他的厉害 就算连神 古 古内的人全被连神毒倒了 一个个动弹不了 我又不会配解药 这可怎么办呀 连神下毒 一定会随身带着解药 以防不测 那你怎么办 去打劫他 连神现在就占雀巢 就住在长老殿 这样 我找机会去知道点混乱 你们趁机去找解药 这帮呆子 守着这些奇珍异草都可惜了 恭喜庄主 离我们地煞山庄 一统江湖之日又进一步 还没找到那女孩吗 庄主 不好了 前方着火了 找火 他走了 我们要在他回来之前 赶紧找到解药 赶快走啊 快走 大度医 我们现在都靠你了 你快闻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解药 连神不会把药放在这么明显的地方的 好 那瞧到底在哪儿呢 有人来了 连神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好 这是闹耗子呢 我说怎么莫名其妙的起了一把大火 原来是这耗子成精了 故意放了一把火把我引开 跑在这儿偷东西 我从小就讨厌偷偷摸摸的人 小的时候我的一个师姐偷着带我的簪子 我就把这个簪子 抓到了他的眼眶里 这样 他就能一直带着了 师父 海天一色到底让你埋在哪儿了 我不知道什么海天一色 就算这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课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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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找的人在这儿 你是那个跑路的掌门 掌门是我 但是我没有跑路 你听清楚了 只有我知道你要找的人在哪儿 在柜子里 我早就已经下了毒了 别跟我玩虚张声势这一套 跑不了 少废话 等一下 雷神在棍门口 下了毒 这是解药 这是我自己配着的解药 我不能保证有用 但是现在 也只能死马当活满医了 你把这个也带上 这是我自己做的药缝 只要把它投到火堆里 就能产生让人不能失误 淫风流泪的屠烟 连身这个邪梦 我迟早都要面对它 连身这个邪梦 你走黑汤刚才来的密道 先盘要拿去给长老们 既然你今天进了小妖谷 就休想离开 好啊 那我就送你一场 放开 过来 你 当年的噩梦就算是死 我也不想再重复一次 好啊 什么 你是谁 我是药谷传人 我是大药谷唯一的传人 不可能 你是当年那个小毛孩儿 当年你用毒针 暗害了师父以后 我就日夜研究 破解你毒针的办法 叛徒 张天英 当年你是药谷天资 最卓越的弟子 师父本想将药王金 传给你 让你接替掌门之位 可你呢 只会下毒害人 不会救人 师父这才临时收回药王金 就是怕大药谷 沦落成指挥用毒的毒蛊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研究毒术 但我却是以毒入药以毒救人 所以我的名号是毒医 不像你 终究是一个只会用毒的卑鄙小人而已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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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张老 你们这是 是 没事 是这位姑娘救了大家 红群 红群 庄主 我们中了他们的谜烟 什么都看不清了 你怎么啦 不会也中毒了吧 撑 你怎么了 当年 当年就是这样 活在柜子里 连身在柜子外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杀了我师父 今天我终于可以 站在他面前 面对他 今天多亏你了 谢了兄弟 我在寨子里 听姑父讲书的时候说过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谢谢你 谢谢你 快点 收下吧 以后不要随便乱扔了 我 长老 您还是拿回去吧 我每天游荡在外 心里想的全是武当弄剑 我实在不适合做这个掌门 你们不是在选吗 刚好选一个合适的 不 是我们错了 之前老掌门 愿意把位置给一个不学要力 一心练武的人 我们以为他是偏心 不明白老掌门的意思 但经过这个事情 我们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 他是有意传给一个武功最好的人 以此来保护小妖谷 不让我们再走大妖谷的老路 长老 那个 住民草 至于我们 没给你这草 只是 张其林害人 既然你们进去探了一圈了 药也拿到了 还找我干什么 拿走便是了 真的吗 谢谢长老 走走走 我们快去找阿飞 住民草我得替他拿到了 他再也不能说我没用了 走啊 谢谢长老 走啊 走啊 我早就提醒过天鹰 不要低估了这些孩子 他到底还是轻敌了 是 另外属下得到献报 那周匪今日出现在 零零附近 似乎是在等与朱雀主 木小桥会面 周匪这小丫头有点意思 不知道李大壮 会不会在小妖谷 惹出什么麻烦来 漂亮丫头 你来得到早啊 是你来晚了朱雀主 东西呢 乌国园主 这个江湖上 人人不要命 你都想得到的东西 你真的就这样给我了 我说好了要还给你的呀 说话算话 反正我用不着这个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怀疑连肾重出江湖了 霍大哥的毒 很有可能就是他下的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连肾 若是你查出他的消息 记得也传给我 那我还偏步了 这个猎物啊是我的 谁也别想跟我争 行吧 我还有事 告辞了 他不是你一个人的仇人 要是真打不过 记得找我 好 不留人 来 臭小子 臭小子 盖帮的叫花鸡 臭小子 你病刚好 你不能吃这么多油腻的 师叔我身体好 师叔替你吃 师叔吃点亏 我替你吃 不行不行不行 我这病还不知道熬多久呢 好不容易醒过来 肯定要气一下我都不脏神 你还给我讲 我不是这个意思 算了 算了 那点 臭小子 你说你以前当过乞丐我不信 怎么 你真跑去当乞丐了 那当然了 什么三角角楼都没错过呀 你别说 当乞丐还挺自由的 不过想想 阿飞也挺好的 每天自由自在的 红冲直撞 也挺自由的 臭小子 你整天不要心事 种种胡思乱想的 咱俩把这叫花鸡吃了 一定会开心的 来来来来 吃吃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吃 吃就得了吃就得了 你吃 要说的 你说我们拿到了朱鸣彩 还帮杨黑探抢回了掌门 又打败了连圣 我们是不是很厉害 是啊 好 我决定留在小药谷 不知道还要多久 才能到小药谷 好 你说我 随随信念坠落穿 此生既有了这千帕 我曾好独自安然 还没带你走恒情山 还没将你的发心弯 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 欠你那把都还没还 回回江湖与你魂气不曾怕 等我替你踏遍天涯 巍巍江山为你缘把热血洒 管它又是谁的天下 既然只谁飘到哪里才是家 不如让我把你融化 当时炎热无心 却化作前世的铠甲 是爱无话 却为你得复活 祝你糖尖热无运 你不如让我将厢